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關於剪映的那種 漸進縮放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喔我覺得做的比較好的是 iMovie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大致上會用在你如果是上腳架 固定畫面的時候 會來一點點縮放 會比較有美感 增加一點速率 如果你只是這樣子固定的視野的話 比較沒有那種感覺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做一個這種 在這裡裁切這邊 這裡有一個K-E-N-B-U-R-N-S 這個喔然後按打勾 然後這個也是 點這個裁切這裡 K-E-N-B-U-R-N-S 打勾 看到它漸進的縮放漸進的拉遠 那這種效果喔 你如果在剪映來做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麻煩 它比較沒有那麼直觀 那我做給大家看喔 點進來呢 你把它拉下來 首先我們將它的速度先加快一下 好 你這時候要進行縮放 這裡有一個動畫 那入場是縮小 點一下 然後出場是放大 點一下 然後你再將這兩個拉到中間 當然你的可調性是比較高啦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然後銜接下一個 這時候我們將它加速喔 動畫 出場是放大 入場是縮小 然後將這兩個拉到中間 有沒有覺得比較麻煩一點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兩者做出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 入場是縮小 出場是放大 感覺要多做好幾個動作 這個是我覺得剪映 這個地方比較不好用的 但是它的可調性是比較高啦 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像這樣 好那這個好不好用喔 或者說你想不想用就見仁見智 那當然我是覺得 以iMovie這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用 它的變化做得比較順暢一點 然後它也比較有可調性 像這個地方 它可以去改變 例如說 你想要做到 移到往這邊移動 它也可以這樣子 往左上移動的方式 所以它這方面的變化也是不錯 它慢慢的就聚焦到左上這邊 那這個是兩個軟體的 差異性的比較 那你如果只是一般的 影片的話 其實人就是這樣子 就看你有沒有堅持 一定要用這種 一點點的細微的差距 坦白講不用真的耶 對你的影片沒有很大的影響 那用了 也許你心裡會覺得好 那麼一點點 大概這個就是做影片的一種 執著跟堅持吧 我也看到很多人拍影片 為了那麼一點點要花很多錢 那這個就看你們個人的選擇 有時候太過於執著 那麼一點點 那你要付出的代價 你可能就是你要額外買一台Mac 或者是說 你要來自帶運鏡 就要買一個電動軌道 之類的這種做法 有的人他可能覺得 這種漸鏡沒有辦法滿足我 我要那種電動鏡來運鏡 甚至說滑軌才有辦法滿足 那又是另一個故事 好那這個就是漸鏡的縮放 這個K-E-N-B-U-R-N-S 這個功能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那你們就可以嘗試去玩看看 我個人是只有用在照片 照片丟進來 可能會用這種方式去動 那或者說靜態縮時 我會用這種方式 那其他地方真的是不太會用到